大家好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在場應該我算是最老吧 看到這麼多年輕的朋友 我也年輕起來了 我叫Alex 我從事整個醫學 十幾年了 當初為什麼會進入整個醫學 的確是有一個比較 特殊的故事 原因是我本來是在國際公司上班 都是派到亞太區的總管 但是當我沒有了健康 一切歸於 但是在我生病之前 主要的生病的人是我夫人 她是牙醫師 我們很早就自己開了一個牙醫診所 但是那時候大家很喜歡 就是把五牙的銀粉 也就是專業名叫拱旗 移除掉 補樹脂會比較好看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會產生大量的拱蒸氣 那我夫人再加上她自己的飲食也不好 以前是一天兩瓶可樂是正常的 水是一滴都不熱 早上一杯紅茶 晚上 中午幾杯咖啡 所以這樣的飲食 再加上她的工作環境 都讓王醫師真正的倒下去 那因為我媽媽是中醫師 所以我略懂一些年的中醫師 都通過中藥 各方面的湯水去調理 是對她有所幫助 但是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有一段時間 我們兩夫妻幾乎一年進去 一月四五次 各方面的病症都有 都以為是重大疾病 癌症等等 但是結果又不是 直到有人提醒我們 是不是可能重金屬中毒 所產生這些症狀 那結果我們就是覺得 對 那我們就找到我的恩師 科金師博士 那在這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請問大家知道 這兩個英文字母的代表什麼 drug是代表毒 medicine是代表藥 那為什麼西醫所有的藥店 都叫drug store medicine好像沒人講 為什麼 因為過去這幾百年 已經是被西醫同僚了 自然醫學已經被他們 就是說 當作是另類療法 或是說已經不被重視 但是恰恰相反 今天醫院越蓋越大 設備越來越好 但是有病的人越來越多 為什麼 這個就是賀金師博士 這是王醫師 這是我 我們認識賀金師博士的時候 我們是他的病人 那當時候 我們的就是通過他 常年偉悅的幫助我們排毒 我們彼此變成的好朋友 他也很認同我們的為人 就問我們要不要學他這個整合醫學 那我們當然是非常喜歡 那賀金師博士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人物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有看過最近一個戲叫做震盪交流嗎 震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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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故事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賀金師博士身上 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他被FBI CIA去打壓 結果他最後連牙醫師的資格也丟掉了 但是他還是堅持要把這個正確的訊息帶給大家 他所要帶的訊息是什麼 就是 拱中毒 會帶來多少的一些的不遺症 而這些恰恰就是牙醫師使用最多的地方 那這個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OK 王醫師是現在算是亞洲裡面最權威的診能醫學醫師 通過賀金師博士的教導以外 我們自己過去這十年也把很多的新的技能融在一起 OK 這個就是 這就是 這就是補了銀粉的牙齒 OK 那在身體三十七度左右 它就會大量釋放很多的拱生器 就讓每一個人都會慢性中毒 拱中毒 而拱跟鋁呢 這剛好是對神經傷害最大的兩個重金屬 所以很多現在老人痴呆 過動而自閉 跟這個重金屬中毒都息息相關的 另外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很多的牙科裡面做的這些的治療 其實對我們身體一點好處都沒有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植牙 一科的成本大概是五千到八千 醫生收的費用是六萬到十二萬 這麼好的利潤為什麼我不做 我不傻 但是我知道因為這個做了 對人體的傷害很大 所以我寧願放棄了這麼好的收入 這麼好的工作 我都不用 好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牙齒與經絡的對照表 OK 從這裡面你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顆牙齒跟我們的經絡 跟我們的器官是息息相關的 OK 所以當我們從你的牙齒 就是你的全口X光 看到你的口腔裡面的每一顆牙的情況 基本上我都知道你們大概身體的情況是怎麼樣 OK 而且是可以非常精準的 好 那現在我們整個整的醫學呢 就是有這五大系統 OK 那我們講究的是一個完整性的修復 內外兼修 那我們的五大系統 就是有檢驗系統 治療系統 排毒系統 養殖系統 跟護膚 為什麼護膚呢 是因為很多現在的我們用的護膚產品 跟我們的化妝品 都含有大量的化學成分 跟重金屬 因為現在更剩的是什麼 有一部分的這些材料已經奈米化 導致這些的成分 直接就衝擊到身體 如果成分是好的 沒問題 但是如果成分不好的 你們擋都擋不住 這也是為什麼 自從成分有了很多奈米的情況 女性的癌症的病例也繼續增加 導致成體力的 那回到一個檢驗系統 我們基本上通過五個檢驗 就是驗血 驗尿 驗頭髮 驗過敏原 跟全口X光 我們在非常精準的判斷 你們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過去兩年 為什麼慢慢會走到今天的情況 那如果不做任何的治理 OK 兩年後大概會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非常精準的告訴你 OK 那這一個呢 是一個蠻值得同情的一個女孩子 她八九歲之後撞車 就一直身體都這樣歪曲 那她三十年左右都是這個情況 兩手都要拿拐杖才能走路 OK 她的姑姑為了她 跑遍了整個台大 找各專家各教授都治不好 那通過我們的這個結論療法 我們在幾個月的時間 就把它修得滿不錯的 OK 而且在做第二次治療的過程當中 她非常高興的 當場在買鞋子的店面 去拍一個照片給我們看 我們大家都會認為 買雙鞋子有什麼了不起 原來她過去二十幾三十年 從來沒有穿過正常人的鞋子 這個是一個八十歲的老爺爺 她當時認識她的時候已經中風兩年多 OK 兩腳是黑漆漆、冷冰冰、硬邦邦 也通過我們的整個的整個醫學的體系 就是波恩醫學史 就是包括順次療法、結弱療法等等 都幫助她做修復 三個多月之後她可以單手拿拐杖自己走 這是一個八十幾歲的奶奶 她來自於香港 因為她年紀比較大了 當時她的心臟一分鐘只有三十到三十五下 香港醫生指定她一定要動刀了 但是因為她年紀大 她兒子不希望她媽媽動刀 通過網上通過朋友介紹找到我們 我們就幫她做治理 特地趁她兒子在修暑假的時候 從香港飛過來兩個多禮拜 這個就是我們的修復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她離開我們的時候 她的心臟是六十五到七十一分鐘 現在一年多了 還有六十到六十五下 她兒子剛剛上個月才過來這邊幫媽媽拿藥 這個小朋友她是很嚴重的過敏症 這小朋友就是剛才那個中風爺爺的外孫 其實她的家裡面她才是我第一個病人 就是因為我醫治她很快就有效果 她媽媽非常相信我們 所以說把她的中風的媽媽也介紹給我們去幫她做治療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健康是No.1 有了健康你什麼都可能有 沒了健康一切都免還 那順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現在整個的醫療體系 也希望大家未來有更多的能力投進去這個社會 幫助一個改變 健保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幫助更多窮人可以看著起病 但是由於大家沒有好好利用這個體系 導致現在醫生都不願意當醫生 為什麼醫生都變成廉價勞工 為什麼? 因為你健保的給夫根本不足以養一個醫生 你完全把他的專業變成是菜市場買菜這樣 可以討價還價 所以現在你看 急診室 OK 也為了一個配額的問題 當我的額買了 你生病你急救是你的事 還是全部拒絕 對吧 那這種東西就是一個不好的體系 需要大家認識到這一個問題 OK 去做更多的一個的改善 同時間 像剛才主持人所講的 真正最好的醫療 不是你有病的時候才來醫 是在你們還沒有任何病狀的時候 OK 加強自己的免疫力 OK 免自己受到這個所謂的病毒傷害等等 舉個簡單的例子 最近 流感 對吧 疫苗都還來不及去做 但是有多少人患病 如果你沒有好的抵抗力去抵抗 那你是其中的一個患病者 那我想請問 你的機會 存活的機會有多少 所以 靠醫學體系去幫助你們的健康 不是最好的做法 OK 自己去保護自己 才是最好的做法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王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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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帶給我們一個新的觀念 對對對 整合醫學 那這邊有一個小 那個小事情 請各位幫忙一下 那個王醫師今天也來特別分享這個觀念 所以他有一份問 有一份問卷 想請大家給他一些回會 所以我們現在先發下去 待會我們的交流時間再回收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兩位講者 那我們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OK